各位观众早安 欢迎收看经纬点评 我是David 郑经纬非常高兴 2023年的3月1号星期三 我们在空中见面了 太阳升上来 新闻端出来 今天的经纬点评想跟各位来谈的是 中国海军到底是不是无敌舰队 是不是中国的造船业已经称霸世界 那这新闻话题是怎么来的呢 话说美国的海军部长最近在吐苦水 卡洛斯德尔托罗最近在一场会议当中说 美国的造舰能力已经比不上中国了 现在完完全全中国都在用奴工在造军舰 奴工各位注意到 他用了奴隶劳工这四个字 说中国的造舰工人都是奴隶的劳工 这个乍听之下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部长真的吃错药 还是已经气急攻心 还是真的他派出去的007跟他做了一个回报 那当然这个就要讲到 这个中国到底这些年发展海军的状况 为什么会让美国海军部长 对不对部长有高度的对不对卡洛斯德尔托罗 他本身是古巴一 那担任海军部长毕竟来说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那当然有人说他是装装这个可怜对不对 希望能够跟国会多要点预算 但是不是这样听我道来 首先当然这个媒体要配合部长 说最近卫星图看到中国的造船厂里面呢 不断的在造军舰 而且这个比例非常的多 中国现在大概预估到2040年 这个17年后 中国会有六个航母战斗群 六个航母战斗群的概念 各位算一下 一个航母对不对 那你有护卫舰 飞弹驱逐舰 补给舰 这个最标配啊大概就要9个9艘 护卫舰4艘 驱逐舰4艘 补给舰1艘 对不对 到2艘 那海底还有潜水艇啊 最少2艘 那你想想看6个要多少 这个舰队啊要多大 对不对 所以呢 现在说中国的海军呢 这个日以继业啊正在造船 尤其是上海的江南造船厂啊 这个造船厂太可怕了 他们怎么形容呢 说这个造船厂又能造军舰 又能造护卫舰 又能造驱逐舰 又能造驱逐舰 又能造驱洋舰 对不对 航空母舰 然后呢又能造游轮 商船 货轮 哇什么都造 对不对 但实际上呢 这个也代表中国现在有13个造船厂 这13个造船厂 最大的当然是江南造船厂 对不对 003刚刚从江南出来嘛 大家都应该记得 旁边有个叫互东中华造船厂 这个也都是造军舰的哈 那往里走 叫做呢 武昌造船厂 听说这个武昌造船厂啊 造什么潜水艇 裁垫潜水艇啊 那核潜艇呢 在葫芦岛造船厂啊 做核潜艇 反正呢 这个都是西方说的啦 是不是真的我也不知道 军事机密嘛 但是呢 看起来挺有规划的哈 那这个造什么 那个造什么 大家都分工啊 分得好好的 当然中国在这件事情上的决心 实际要追溯在大概更早以前 在1993年的时候呢 实际上当时的领导人啊 就是这个江泽民 就下定一个决心 说中国的军事方略三步走 第一个2010年突破第一岛链 那这一字头到2010哦 到了2020突破第二岛链 那没错 第2030突破第三岛链 这是当时啊 这个江泽民啊 下的这个军事上的一个 这个作战目标方针 那也是这样 因为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啊 面对18000公里啊 18000公里的海岸线 你要光把这海岸线啊 守住 那这个船舶 你就知道军舰 那要多少啊 实际上 但是当时各种条件满足不了了 所以中国当时就做那种叫炮艇 甚至呢有一些民兵船啊 平常捕鱼需要的时候呢 还可以打仗啊 那也就大家凑一凑啊 有一些是当年苏联时代留下来的那种炮艇啊 什么反正就凑一凑 大家吨位也不大 那不要说去远洋了 那近海要走都很难啊 18000公里啊 海岸线多长啊 对不对 不要说多了 10公里一艘船 20公里一艘船 100公里一艘船 要多少艘 好 那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些年呢 中国的经济起来了 那当然呢 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呢 这十多十年来啊 加快海军发展脚步 对不对 航母就上马了 就开始跑了 对不对 003现在刚拉出去 对不对 海事这两天要出去海上跑了 对不对 听说004的钢板呢 都已经到场 在江南造船厂等 等什么呢 等003海事回来之后呢 工程师啊 要修改图纸 改完以后做004就要出来了 这一艘一艘做六艘嘛 对不对 这个美国人都已经知道2040 中国要做完 航母要做 你这些护卫舰 驱逐舰 补给舰 潜水艇 也要跟上啊 不然航母出去 那没有保护是不行的 因为航母的本身是 把它看成是海上飞机场 对不对 他需要大量的这个军舰 做保护嘛 护卫他 很重要 好 那所以在这个发展上呢 中国的海军啊 在这个阶段 就开始了一种 就是走向了深南海军 因为21世纪毕竟是海洋世纪 大家都知道 实际上 如果你要去看历史 在大概16 17世纪 原来英国啊 那真的是各位也知道 在早年英国在大航海时代 刚开始的时候 15 16世纪 英国理论上是欧洲的三流国家 三流真的 那时候一流叫谁呢 叫西班牙 二流葡萄牙 那什么荷兰啊 什么什么 这些依此类推推推推推推 推到最后 英国啊 英国呢 第一 他基本上英国严格来说呢 是一个土壤平级的国家 所以呢 这个土地啊 长不出什么东西 加上气候的问题 因为在冰河时代呢 整个冰河啊 把这个英国给冲刷了 所以英国呢 基本上森林啊 不多 石头很多 所以英国房子都是专造的 这个有原因的 好 这个我们不折远 那回头讲 英国呢 这个大航海第一波 没抢上 国力比不上西班牙 对不对 那接着后来还好 打了一次啊 这个叫特拉法尔加战役啊 这个海战 打赢了 把西班牙啊 什么这些 打掉 他开始海上称霸 那当然呢 海洋事迹 从那时候开始 谁拥有海洋 决定你国家的兴衰 对不对 太重要了 所以啊 到现今 这个定律啊 实际上没变 因为毕竟来讲地球 70%是海洋啊 那影响力 各位就知道有多大 对不对 谁拥有海洋 谁就拥有世界 这个海权论啊 已经讲了多少几百年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所以你看各国都发展海军 当中国在发展军事上的时候呢 海军就放在这个时间表上 开始加快发展 那当然中国发展是有计划 有目标向前走 当然呢 这个美国现在出来的问题就是 这个军方的这些领导人啊 互相推诿责任 都总觉得呢 这个现在我们造不出船来 或是呢 有很多船要进场维修 没有船屋 对不对 基础建设不够 工人缺工人啊 这个大家都推来推去都觉得说 这个你要负责 你那个你要负责 大家推 实际上最大的问题啊 这个就要讲到 在美苏冷战结束之后 当时呢 美国认为天下无敌手 对不对 觉得说呢 这个因为里根啊 当时跟那个戈尔巴乔夫啊 玩那个叫做大海军啊 那里根就放话说 我要做六百艘 吓到苏联了 拼命做 到最后 这个军备竞赛嘛 拖垮了 所以美国就很得意啊 什么六百艘 根本不要做了 对不对 我们享受和平红利啊 这个军舰呢 做的计划案 通通哥停了 原来要拨款的哦 停了不做不做 现在都没有苏联啊 做什么军舰干嘛 对不对 原来对付苏联要下达 用的嘛 现在都不要了 好 大家就将就用吧 我们现在也挺多的嘛 对不对 航母也很多 什么都够了就用 好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造船厂就接不到订单 没有订单 怎么办 砍工人 没有收入干嘛 这个就不能扩建了 对不对 船屋坏了 旧了 也不修了 反正也没单 我修了半天 也没有单 对不对 好 军方拿不到军方的单 所以呢 这些造船厂 大概预估啊 流失的人啊 非常的惊人 据说美苏冷战的时候 所有美国军方的造船厂 什么潜水艇啊 航母啊 什么什么 航母当当这些工人啊 加起来12万 12万造船工人哦 造船工人都是专业技术工人啊 对不对 不是今天包汉堡 明天去造船啊 那个不一样啊 专业的工人12万 好 那美苏冷战结束几年之后 造船厂 剩下专业造船工多少 三万 三万呢 你看流失了多少 那这些工人 没活干嘛 对不对 他可能去开卡车啦 他可能去修飞机啊 什么反正啊 大家都走光了啊 好都走了 各自找工作嘛 要活下去 那这个发展发展 美国走走走走走 就发现这个工人啊 恶性循环 他这个 这个12万到3万 不是一夜之间 他是可能掉 今年掉到11万 明年10万 什么9万 9万5 4万 8万 8万 7万 6万 最后3万 对不对 好 现在呢 美国一看 大问题来了 所有的航母 尼米之级的 都已经借零了 该退休了 好 那说做福特级吧 好不好 就福特号做好之后呢 发现毛病一大堆啊 对不对 只能展示 静态展示 好不容易呢 这个去年拉出去 到欧洲 巡游了一番 说演习啊 回来以后 又进船屋啊 又又又又歇着 又歇着去啊 后面第二艘福特级叫 肯尼迪号 也是啊 弄了半天 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啊 听说造好了 出不来 哎 这个 他们自己知道 那个里面有些问题啊 很复杂了 好 那这个老船要退休 新船造不了 谁急 海军部长当然急啊 对不对 卡洛斯急了 已经说 中国都在用奴隶工人啊 对不对 那已经语无伦次啊 差不多语无伦次了 那你不能把这个工人加班加点 都叫奴隶嘛 对不对 我想我们观众当中 一定有人在上海造船厂工作嘛 相关的一定大概知道 对不对 是不是有所谓的奴隶工人呢 这件事情 当然呢 在2022年11月去年的时候 美国五角大厂呢 做了一份军力报告啊 替中国做了一个军力报告 说怎么样呢 说中国啊 到2022年底哦 去年底为止 中国人民解放军呢 拥有340艘大大小小的军舰 340 美国只有多少 280 所以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海军 在中国 那当然他讲不是包你啊 他扁你啊 对不对 他一直说你看 他们在搞军事扩张啊 军事扩张啊 对不对 当然你没看到 中国在发展海军的过程中呢 实际上有中国的理想跟规划 中国是一个浮原非常大的国家 我前面有讲 18000公里的海岸线啊 那你要把所有的海岸线 第一要防好 对不对 第二 你是一个贸易出口国家 所有进口的货物 从波斯湾的原油 对不对 到欧洲的这个货物啊 来往零件 出口 这个要是你没有一个海军啊 去保护 将来别人修理你啊 那是轻松的不得了 说的不好听啊 所有的邮轮 从那个波斯湾出来的时候呢 问去哪里 中国对不对 好 靠边停 来检查 登舰检查 对不对 只要往中国的邮轮 通通拦下来 检查 检查可以快到一小时 也可以什么 一个月 我就让那个船在海上就下毛啊 就飘在那里啊 我要好好的检查 因为这船太大了 我一定要找出 我怀疑有线报 有人譬如说 不知道真的假的 反正说有线报 上面有飞弹 对不对 大杀杀性武器 这样子玩你啊 玩死你啊 你每一艘都厌啊 你油啊 来不了 那你产业就完蛋了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有自己的海军 保护你自己的船队啊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中国在发展海军的概念呢 跟美国那种 要把全世界化成 化成几个军区的概念不一样啊 那个美国早就把全世界化成什么北部啊 中央啊 什么什么的化的都都分了 全世界都踏地盘了啊 好了 那回头讲 国防部的这份报告 美国国防部的报告 可以看得出来呢 这个中国这些年确实啊 很拼 那能赢的关键在哪啊 这个就是中国人的一种变通 就我刚前面有讲 江南造船厂 有军方单 做军方舰 军舰 没有军方单 揭民揭单 对不对 揭民揭单非常重要 在2022年联合国统计的数字造船啊 商船啊 不要讲军舰 商船 全世界哪一个国家造的最多 没错 中国造了全世界44.2%的商船 100艘当中 有44艘是中国做的 对不对 你看那个 可以装什么 2万个集装箱的那种货轮 中国做的 对不对 现在中国听说还做那种客轮啊 就游轮 上面有游泳池啊 什么出去玩那种 中国也在做啊 这个所以中国现在就是 这个这个船厂很灵活 这个有军舰 咱们做军舰 没军舰 这些商船 那个天然气船啊 这个什么 散装货轮 集装箱货轮 我都做 对不对 都做啊 最厉害在亚洲过去最厉害是韩国 朝鲜战争结束之后 这个朴振熙啊 请全国之力发展韩国的造船工业 韩国造船工业当年在亚洲啊 超越日本了 对不对 称霸亚洲啊 甚至有一阵子称霸世界 但是在去年中国做了44.2%的商船 韩国只做了32.4% 少了很多吧 对不对 那更不要说日本掉到17.6%的商船 中国的商船你要知道 这个就是啊 你有强大的这个专业劳动人口 在这个行业当中 对不对 平常就让他们拼命接商船 但是当国家需要做军舰 很简单哦 这批人就去造军舰嘛 对不对 工程师带着徒子来 大家就造着做啊 这个就是中国能够在那么短时间 中国的海军能够变成世界第一 340艘军舰的关键 所以有人比喻啊 说中国造军舰好像在煮水饺 下水饺一样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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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跳进去 但实际上这是广大的造船工人的付出啊 对不对 大家的付出 这个绝对不是好像睡一觉船就出来了啊 因为造舰是非常的专业的一个工作 那不管是汉阶到每一个环节 你是丝毫不能马虎啊 军舰是用来打仗 你汉的时候 只要汉的有瑕疵 这个在真的打仗的时候 可能有几百个这个军人啊 就因此上命 所以每个人做军舰的时候 那个质量要求之高啊 对不对 做出来一定要能够耐 对不对 军舰的要求跟商船啊 完全不一样啊 造舰方式不一样 所有的设计格局也都不一样 对不对 但那你就知道做这个技术啊 他不是今天来造船厂 明天就能做军舰 一定要长时间在这行业当中 可能十年二十年的经验 老师傅拿着焊枪 对不对 现在都电脑焊了 更厉害啊 但是还是要有人吗 在旁边啊 有一些听说最难的是有弧度的地方 有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要 要人人人去焊啊 这个还是有技术啊 好 机器可以带牢 但都直线的 对 机器焊 好厉害啊 好 所以呢 讲到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呢 中国现在发展的速度非常快 然后呢 直线往前跑 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是 中国现在知道 要加快脚步的原因是 美国已经啊 在调兵潜将 把大量的海军往这个南海 往亚洲啊 在部署 那封锁 中国啊 中国现在突破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 甚至已经穿舰 前两天 对不对 还跑到第三岛链的外面去了 但这不代表 美国将来封不了你 对不对 美国最近呢 跑到这个菲律宾 对不对 设了四个基地 这是个基地呢 从吕宋一直到巴拉旺 这一路设下来是有原因的啊 因为呢 美国也看到 中国这些年发展知道 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 第三岛链 如果美国真的要封 在这个岛链啊 就要打了 大家就要开战了 对不对 他要出 我要出去 你不让我出去 那怎么办 大家就要打了 所以据说中国现在在规划 一条叫做 输入海 航线 输入海在哪 在南海 这边讲美济永属除弊 旁边是菲律宾巴拉旺岛 巴拉旺岛的后面叫输入海 输入海到进了输入海 穿出去就到太平洋 对不对 什么第一第二第三 我绕过去 我绕过去了 所以输入海啊 在去年的时候 中国呢 这个探测船就已经去输入海探测 当然非凡抗议啊 说你这个是啊 入侵啊 什么什么 菲律宾海域啊 什么什么 但是探测船去干嘛 船走 底下有没有礁石啊 什么你要把航线要画出来 这第一第二潜水艇要走 下面怎么走 这个跟水面不一样啊 这个潜水艇也要弄出来 对不对 所以啊 这个中国现在加快脚步 因为真的美国如果开始动作 收紧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 第三岛链 对中国来讲 还是要找出路啊 不能坐以待毙啊 对不对 我就完了 出不去了 大家就被挤在挤压到第一岛链里面 一定要找出路 所以输入海 南海 对不对 经过巴拉旺岛进输入海 转出太平洋 虽然有点绕 对不对 但也很快 绕出去就澳大利亚 再出去南太平洋 再走就北太平洋 就过去了嘛 对不对 有办法 有办法 就绕远一点而已啊 所以上一次 好像是汤家吧 地震 中国呢 去了三艘军舰 运送那个医疗物资啊 当时他们就走这个航线 我就觉得很奇怪 他们为什么要绕那么远呢 他们为什么不直接 对不对 从海南 进菲律宾 到南太嘛 他们反而绕到南海 进疏路海 再绕到澳大利亚 再进 绕一个远路 我当时没看懂 但现在一想 要绕超兵啊 要熟门熟路 大家走一下啊 所以加快脚步呢 非常的重要 现金局势 变化的非常快 那当然呢 俄乌冲突在2023年呢 应该会进入谈判的阶段 那当然美国会把大量的 人力物力财力军力 全部押到亚洲 来对付中国啊 那这个是已经在意料之中 一点都不奇怪 但是我们要做好准备 实际上看 实际上看世界局势呢 真的就像拿着望远镜啊 这样子在看 大家看了半天 总觉得呢 我看了 这个非常的清楚啊 这个完完全全都在我掌握当中 什么都离我非常的近 但是如果你反过来看 就如同啊 我们回首历史 对不对 总会发现历史如近啊 很多过去觉得很远的东西呢 但是实际上啊 就是即将来到的一种浴室啊 那当然呢 从英国的历史 我们也看到 现金的发展啊 那将来海洋上呢 谁主浮沉呢 这个也很难说啊 但是呢 对中国来说呢 我们要做到这个啊 无敌舰队最重要 对不对 因为毕竟来讲 有实力是最重要的 那没有实力呢 是没有用的啊 所以呢 就像很多人都觉得 自己很聪明 世界上真的 99%的人都是聪明人 但是聪明人分两种 一种呢 是真的聪明的聪明人 一种是自以为聪明的聪明人啊 那不管啊 那些人到底是真聪明 还是假聪明呢 但是最重要 我们在看事情的时候呢 永远是要能够看得更远 才能够呢 做好万全的准备 好的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关心国际大事 一定要锁定 敬畏点评哦 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 空中再见 震差一蹈 敬畏点阳